姐夫 你这么喜欢武学 怎么却只练习三流功夫 回头要是连我的打不过了 该怎么和我姐交代啊 你懂什么 这叫尽德天下三流武功大成 神功自现 又说这个 我跟你说 我姐回来以后 就一直心事重重了 你可别再惹她了 要不然 那脸一拉 周遭都要冷上个几分 可不是吗 你说我一点没有 上次她不就是 原来我是这样可怕的吗 这天怎么突然冷起来了 姐姐 你可得添点衣裳 你说对不对啊 姐夫 算了 算了 你们自己聊吧 拜天哥哥 茗玉 你 你生气了 拜天哥哥 多年不见 你的武学有何精进吗 什么意思 那我就直说了吧 哥哥你还在相信 尽得天下三流武功大成 神功自现 是不是 当然了 我们独孤家祖传的经元时尚 就是这么说的呀 那不过是真言警惧罢了 面对现实吧 也许圣人之言 不是你我能参透的 茗玉 可你不是一直都相信我的吗 我们不是说好了 等我觉醒神固 你 拜天哥哥 这一切 你能接得住吗 我 拜天哥哥 这些年你一直说要做天下第一人 可是大家看到的只是一个喜欢打架的混物 拜天哥哥 你要找的一流武学 到底在哪里呢 什么时候 你才会开始认真 这样下去 你又怎么能保护得了大家 保护得了茗玉 茗玉 你真的把你活动那里 你怎么能保护得了 这个akter鲜 这对 附近 你那天晚上出门 是去提点他的 什么晚上出门啊 你可不要凭空无人清白 父亲 我独孤家 沉寂太久了 可是 爷爷 我做到了 这无情不愧是我孙子 别管他 让他自己待会儿 那说好的教武功法呢 这 冥王不动 未必适合你 爷爷 你不是在骗我吧 乖孙 教你一直贴身收藏的那块黑玉石呢 爷爷 这上面只有一句话 尽得天下三流武功大成 神功自献 可这不是坑人吗 我就是按照这个来的 学了那么多不靠谱的 结果连明月都打不过 傻孩子 是呀 千年前的武圣独孤占天 有必要骗人吗 只不过呀 这神功自献的意思 爷爷可是练了几十年才领悟 百天 你可知这世上武者有多少次 我知道 三流 二流 一流 然后是四王级 司徒叔叔就是四王级 还有王级高手 整个天下都没有几个 你可知道 爷爷是哪一子 爷爷年纪这么大 应该已经是 我 王级高手了吧 这 哼 哼 就是低级神功 冥王不斗 第一次了 司徒甲 勿以封我们扔不起 咱们几个小混混 又算什么东西 住手 灵虎 都 监使主 到底怎么了 半天哥 他们突然就杀了过来 别管我 快走 灵虎 愣着干什么 还宰了他们 别 他们人太多了 姐夫你先走 我走了 兄弟们呢 住手 你们这是要赶尽杀绝吗 不是都赶尽杀绝 我会留着你 另回家做老婆的 不好 他们有灭口 小心 我引开他们 你们快去救兄弟们 白天哥 没想到 还有人呢 放了我兄弟 那你起来啊 司徒家 乌尹风都不好惹 一不做二不休 素素了结了吧 敏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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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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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了他们 杀了他们 是全身晶云暴涨 狂躁的感受 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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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干什么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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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闻到了 是恐惧的气味 我们不可量裤子了吧 你小子 学了什么鲜味功法吧你 等我传出去 比不得好死 我们刘若两家 将为妄族 你竟然杀我们 定祸及家门 好 那我兄弟 你接出自寒魔 就该死了 是你记住 魔有毁天灭地之力 但却没有心智 每当其现身 即使血染天下 枯骨遍野 也不能满足其滔天恨意 然而这等大患 即使是死了 也会转世复活 转世 对 对 因此被称为不死之魔 故此 我们的开山鼻祖立下遗讯 逢魔必诛 师父 独孤 独孤拜天 你已成魔 不管原因为何 我必须遵师命助你 无聊 我那边的兄弟 可就剩半口气 你给我让开 狡辩 魔是没有心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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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过我怎么还那么多规矩 你现在不是想救回自己的兄弟们 你 花言小语 看剑 看上了不嫌伤大 别 别慌慌了 等你救活他们 自己就差不多了 不可能 魔是不会死的 我就是该死他们 因为明月最喜欢拜天哥哥了 早晚有一天 我会变成能够保护你的人 别耍诈 起来 来 魔 不是不死的吗 拜天哥 拜天哥 你 我 你 你 拜天哥 他好像是用自己的命 换了你们的命 拜天哥 拜天哥 醒醒啊 拜天哥